万荣乡的红叶村是全台马告最大的产区之一 不过今年2月的开花期气候异常的寒冷 使得马告树开的花大量凋谢 目前马告已经进入了结果的阶段 却发现结果率并不理想 农民相当的忧心 今年马告产量恐怕将减少半成左右 期盼农政单位重视 能够降低农民的农产损失 过更后的第三年 马告树已成零 原本期待三年心情照顾管理 今年会有第一次的丰收年 不料来到农园查看 马告树枝芽上的果实却是零零落落 数量趋值可数 农民眉头紧所发愁 因为从去年开始 我们也开始在发现 我们是 我们就农民的认知 我们只是认为 是不是这个气候的一场的关系 但是 是不是这个原因 可能也是需要再去做深入的探讨 万荣乡红叶村不仅是全台马告最大产区之一 所生产的马告 还有有别于其他产区的特殊柠檬清香的风味 相当受到消费市场的青睐 面对今年可能产量锐减 从事马告树栽培馆里的农民古金融说 不只他其他红叶山运的马告树也有相同的减产问题 来看应该它的结果率不会很高 但是是不是因为最近缺后的一场 不只是我这块原地 甚至在其他的原地他们也有发现到 所以今年我们这边马告树的产量应该不会很多 比较去年的话大概会减多少 就去年跟今年的状况应该会减少一半的产量 这个花莲泰鲁阁族人称之为马格丽的马告 尤其在红叶村山域农园中为最大的生长分布区域 农民也尝试培秒栽种 希望有朝一日也能人工栽种提高产量 而目前马告进入结果阶段 质押上零星果子随风飘摇 农民看了忧心愁苦 期盼农政单位重视 协助农民降低农产损失 记者是玉兰 万荣采访报道